如果說在野是一個分裂的 不管哪一方要慎選的機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那所以到底這個情勢能不能造成最後在野這邊的整合 我也很難預料 這個事情有時候是很難由上而下的 由政黨端或者是政治人物自己發動 這個一加一甚至再加一 是不是真的等於二等於三 其實是難說的 我們民眾黨其實從來也沒有說以所謂下架民進黨 作為我們好像是一個這個終極的這個目標 也許這個聯合政府可能是下一屆的一個 不管是總統大選完或者是國會大選完的 一個整體必要的狀況 因為我們必須誠實說 因為這一次本屆的這個國會 因為是民進黨它是直接的過半 所以它是一個完全的這個多數 它可以這樣做 那但是到了下一屆國會看樣子 大概在國會的這個生態會有一個比較巨大的這個改變 那當這個改變之後呢 可能如果你在行政權上 你如果要能夠運作的這個順暢 那它勢必 可能就是說 它可能不會是完全由單一政黨 來進行逐格 所以這個比較是個聯合政府的這個概念 而且甚至應該這樣講好了 假設是說民眾黨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也是我們柯文哲主席如果當選 那它一定是勢必是一個聯合政府 因為就算我們有了行政權 但是在國會中這個多數 可能我們因為只有少數的部分區立委或區域立委的話 其實它沒有辦法構成一個多數在立法院 所以我們勢必就會要跟可能其他陣營 來進行一個合作 同樣的這個狀況可能套到 其實不管是民進黨 或者是國民黨 其實狀況大概都類似 所以大概就是未來可能 這將也會是可能是在我們中華民國歷史上首次的 就是說它可能因為國會中的三黨不過半 而造成行政權上如果要運作的順暢 它就必須走向一個比較聯合的這樣一個概念 當然我們過去其實在我們的憲政經驗上我們也知道 比如說曾經可能就是陳水扁時代 曾經發生這種草小野大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當時也發生過很多的這個運作上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就是說在未來 因為我們認真講我們的立法院跟行政院這個部分 它還是有那種議會內閣制的那種精神 雖然我們現在不需要所謂這個隔魁的這個同意 但是在面對一個就是說國會這個民意強力監督的這種狀況下 它如果要能夠真的運作順暢的話 它反而要接近所謂議會內閣制 其實我們也知道議會內閣制它之所以能夠運作 它的這個議會跟這個行政權之間 就是國會跟行政之間 它其實是必須要取得一個一致性的 那當然它就是所謂要有個聯合 那這個概念其實在政治學上我們來講 就是也非常接近歐洲的那種所謂協商式的民主 因為我們也知道在歐洲很多國家 它可能它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光靠它自己就可以單獨國版 那它最後的這個狀況 它就是必須說跟別人進行一個聯合 其實這種例子並不是一個壞事 比如說我們舉德國為例 可能他們傳統上它有兩大黨 機民黨社民黨等 但是他們靠自己任何一方都無法國版 那最後他們可能都一定要結合一個 就是可能是比如說是綠黨 那但是這是好處是什麼 也許綠黨永遠可以取得 環保部部長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像德國 他們長期來環境保護上 他們幾乎是做到世界最好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也就是一個現實 那所以我想其實這個聯合政府的概念 可能是未來 而且我們也這樣講 對台灣長期政治發展也是個好事 就是過去常常都是還是這個藍綠的對決 統獨的對決 台灣好像永遠是一個分裂國家一樣 那但是現在的話 如果我們有這個機會 因為趁著這樣國會的這個局勢的改變 那未來我們的政府 可能是一個多方的聯合 其實這個也可能可以 為台灣走出一條比較新一點的道路 我們不見得都永遠陷在 就是你死我活 或者是藍綠兩個顏色的這個對決之中 這樣子 就是說民眾黨中建黨以來 我們並沒有說 我們是要去所謂什麼消滅藍 從來不是 其實我們是希望 讓這個社會能夠是個融合的 其實我們應該是說 也許我們最多只能說 我們是希望能夠超越一點藍綠 但是不是說我們 說藍綠不該存在 它也許是同時存在的 但是我們怎麼樣 讓藉著我們的體制 或者我們整個社會的共識 讓這個藍綠能夠融合 我們要發展的 可能應該是個台灣共識 讓台灣共同的 這個大家能夠一個共榮共存 共好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才是我們追求目標 當然國董事長他從 過去的經驗裡面我們知道 他大概非常希望能夠 角逐這個總統大位 從橫著一開始 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然這個變數出現 我們也只能說 我們當然也了解 就是說以現在在野的 這個狀況的話 那它如果是一個 比較分裂的磐式 那確實是對大家都並不利 甚至可以直白講 如果說在野是一個分裂的 不管哪一方 如果是所謂選到底的話 其實應該可能 大概就是任何在野的一方 要慎選的機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這是事實 那所以到底這個情勢 能不能造成最後在野這邊的整合 我必須直說好了 我也很難預料 因為這個事情有時候 是很難由上而下的 由政黨端 或者是政治人物自己發動 因為我直白說 這個一加一 甚至再加一 是不是真的等於二等於三 其實是難說的 甚至如果這個中間的過程 沒有弄得很好 如果大家認為說 這只不過又是一種 另類的分章 或者你們只是一種 這個權力的這個分配 我覺得到時候 要是有這種情勢產生的話 未必這個在野陣營是 可以得利的 因為這件事我還是覺得說 可能還是要到比較後期 要看選民的整個 這個民意的這個狀況 大家到底覺得 這樣子是不是好的 或者是大家能不能支持這樣子 不然的話 其實雖然我們現在談了很多 好像在野整合 而且甚至認為說 只要整合 只要大家在一起 就一定會贏 我覺得這件事有點過度樂觀 甚至我覺得是有點危險的想像 各陣營唯一能做的 只有 你就盡量的先從此 提出你最好的這種 參選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在野是一定會輸的 這也是一個事實 民眾黨本來的基本上 一定就是比較不是在藍綠之間 他可能是屬於這種比較中間性 那大概如果是說這樣的選民的話 當然他就會一定會是在 所謂的這個超越藍綠之外的 這樣子的一些候選人之間優移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 那所以當我們有多組的這樣的人馬出現 來競逐這一塊的話 那當然一定看得出來那個選票 他可能那個支持度的優移 不過但是這點我必須提醒就是說 當然選舉就是 尤其總統大選 他就是一種單一席次的 這個我們也常講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在政治學上 當然他有個叫做 杜佛傑法則 就是說單一席次的這種選舉 到了最後 這是基於選民心理的問題 他可能會慢慢的去屈中 簡單講就是去屈中就是說 我不管投什麼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其實都沒有意義了 可能就會慢慢讓這個選票去合 所以現在因為我們做民調 當然你可以說出我心中 我第一支持的 我喜歡的 但是到了 真正要接近選舉的時候 你可能策略性投票行為就會出現 這時候你就可能 我覺得我可能我投我這個最喜歡的 是永遠不會上的 我只好去選擇我second choice 第二選擇的 這個 那這就是所謂的棄保 當然在選舉的這個過程中 兩岸議題當然就是核心 那當然我們也不要太被這個所謂恐嚇牌 來所謂嚇盜 這是一個事實 其實兩岸關係大概不管台灣誰來當選 可能大體的狀況會是差不多 這個我必須誠實說 就是說雖然我們現在也有很多就是說 好像這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其實我個人並不這麼認為 有人常說兩岸會不會發生戰爭 我就直說好了 不過當然這個是建立在 我也用這個蠻有名的 我們這個中國問題專家 這個南疆大學張武岳教授 常談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兩岸要是真的要有衝突 必須建立在三個前提上 第一個前提就是說 台灣有任何一邊的領導人 就是台灣的這個領導人 真的願意走向台獨 真的願意直接就是宣布法理的這種台獨 就是直接跨越紅線這樣子 其實現在看起來三組候選人 是不可能有任何一組要這樣做 even是賴清德 他也是說他只是一個務實的 台灣獨立的工作者 但是也不需要宣布台獨了 所以就是說 大概沒有一個領導人願意 就是說冒著要戰爭的這樣威脅 第二個前提就是說 中國要自己願意跳入休息敵德陷阱 因為我們也知道 這個大結構的背後是一個美中爭霸 那這個所謂休息敵德陷阱 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老二要崛起 所以老大要把它做掉 所以中國也當然知道 如果發動了台海戰爭 其實就是等於是烏克蘭的那個概念 就等於說 烏克蘭來拖垮俄羅斯 那用台灣來拖垮中國 那當然中國也知道這個風險極大 只要他一旦跳下來 那他就面對的就是俄悟這種情勢 所以等於說他自己就落入所謂 已經設好的休息敵德陷阱 那第三個前提就是 那美國願意真的要付出代價 因為其實最近很多很多的兵退也顯示 美國會贏 但是是產勝 當然這個樣子的概念下 就是美國願不願意真的 為台海要付出代價 所以其實這三個前提 認真講在理性上來講 是非常難成立的 就是說 台海如果真的發生戰事 這件事在前提上是非常高度困難 現在來講好了 其實基於美國國家的利益 他常講的所謂一中 這個他的一中政策 這個一中政策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如果用個比較簡單的白話講 就是說 海峽兩岸誰都不可以改變現狀 簡單講 台灣不准去統一 這個是當然的 因為你去統一的話 不符合美國現在 對於台灣的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因為當然他不希望你去站在那一邊 但是你可以去獨立嗎 也不准 因為你一獨立就是我剛才講的 前面你可能就會變成說 把美國也拖下水 美國現在也不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所以你不統不獨 現在安於現狀 這也是美國最大國家利益 那當然我們說回來 就是我們必須承認 當在選舉的時候 難免有各式各樣的進逐 就是覺得說 誰當選會比較危險或什麼 其實目前來看 大家的論述 大概都集中在和平這個概念 不管是賴清德獎和平保台 或者本黨的柯文哲主席講說 兩岸和平台灣自主 甚至 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當然他們是比較依九二公司的 這個概念來講 其實這個概念上看不出來有什麼真的顯著差距 那當然我必須承認 當然對於中國方來講 當然他們還是會類似以傷逼陣 或者給台灣壓力 可是說實話 台灣能做的也不可能是滿足中國那一方的說 我們去朝向統一 朝向一中這樣子 這個也不可能現在能夠達成 事實上兩邊大概就會是 以目前這種比較模糊 戰略模糊的這個狀況下這樣持續 當然還是有一個差距 就是說 可能現在民進黨 因為它的整體的政策是比較單邊性的 就壓保美國 完全壓保 所以當然它跟中國之間的這個關係 就會比較難處理 這也是一個絕對的事實 那這個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那但是 三方可能大體上的沿走的那個路線 就是 親美 那但是呢 對中國呢 可能也只能夠做一個手勢 那其實克文哲自己也談過 就是像比如說以民眾黨來講 我們也會談就是說 是嚇阻跟溝通 這兩個策略是並進的 我想這個所謂的嚇阻 就是我們增強我們自己的國防能力 那溝通就是我們希望 當然因為也有個客觀跟兩岸之間的關係 因為兩岸之間 也確實有高度的貿易依存度 這個是一個事實 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還是有高度依存度 所以我們 我們只能覺得說 目前其實在往前走 雖然中國當然也有它的這個想像 或者甚至它所謂 習近平第三任期的時間壓力 可是我覺得 現實上能夠真的改變兩岸 或者不管是大小兩岸 就是太平洋兩岸 或者是海峽兩岸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在短期內 我都不認為能夠有什麼重大改變 even 是選舉的這個因素 也不會因為選舉的關係 有造成太大 什麼樣的劇烈的這個改變 YAHUUUUU 啊